回到冬森晚间新闻 提醒您不小心撞到人家的车子 不要想说逃走没有人会发现 如果你撞到的是特斯拉 你可能别想逃了 特斯拉好端端的停在停车场 就是被停在隔壁的车子给A到 所以保险感破了大洞 烤漆也掉了 本来特斯拉的车主觉得蛮衰的 不过车子的哨兵模式因此启动 也把撞车的过程全都录下来 否则也很难揪出到底是谁 撞的车 断闯国道也都被拍了下来 因为有人就在国道一号的湖口交流道 发现了这一台双载的机车 就是白排机车还不是什么重型机车 它可能是不小心骑上来的 但是它在国道上也没有停下来 反而是缓缓前进 跟大家一起塞在车阵当中 到了最近的交流道 它也没有下去 显然是非常危险的 国道警方货报之后立刻巡逻 但是没有找到他们 但表示这样的行径 将会开罚最高6000块 还有很多人走上了路上 原来是民进党的台北市场候选人 陈世忠昨天所发起的大游行 那么靳总就估计现场参加 加上了现场观看的人数 就破22万人 那当然这样的气势 是不是也让国民党的蒋万安 开始紧张了呢 没错 从今天开始 蒋万安也要开始进行 车队扫街做最后冲刺 当然年底很多人要参加 圣诞party 跨年party 这个商机也是蛮大的 也让贩毒集团更加猖獗 刑事局就破获了 以竹联邦信堂为首的 毒品咖啡包分装中心 查获了将近3000包的毒品 其中还包括了 有FM2成分的毒品 医生说要是这喝下肚的话 20分钟就会入睡 而且一次就睡了 8到9个小时 一觉醒来 可能什么事都不记得了 而这期间发生的事情 不堪设想 而这个屋主是被迫 跟梅俊一起睡觉 因为自从他们装了 饮水机之后 家里就开始漏水了 包括了木地板墙壁门框 通通都泡了水 现在都坏掉 后来是请厂商 重新安装才止漏 但是这些坏掉的 维修费7万多 现在厂商只愿意 负责一半 厂商说那是因为 排水跟地排之间的 管线没有接好 他说这应该是 建商的问题才对 但是建商认为 这不是他们的疏失 所以7万块 谁来陪呢 最近很多人在看篮球 您认得他吗 他是直篮的台北富邦勇士队 外籍球员石伯恩 不过他来台湾这几年 这一次他应该见识到 我们台湾最美的风景 真的是人 他为什么会跟警察合照呢 因为他手机不见了 所以立刻就用定位系统 查到他的手机 刚好在板桥北门街这一带 但是这么大 那他怎么知道 在北门街的哪里呢 所以他干脆跑到派出所去请求帮忙 那值班的远景呢 先用手机拨打 结果发现 怎么响的声音就在派出所里头 后来才发现 原来他的手机早就被好心的民众捡到派出所 这几天很多人在看的是世界杯足球赛 终于开幕了 但没有想到发生了失控场面 这是在卡达首都的一个公园里头 可以说是世界杯少数 可以一边喝酒一边关在的地方 所以现场一度涌入了八万迷的球迷 发生推济事故 王小飞似乎也招架不住了 因为他在离婚之后 每个月是按照规定要支付给大S生活费的 但是大S再婚之后 王小飞就不愿意履行 欠了超过五百万 大S也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现在已经扣押命令了 所以不但张兰在网络上面骂S妈 甚至王小飞还直接公布了他所付的钱 他说光是这一年他要付四千多万 他还告诉大家说 这个房子是他买的 房贷是他付的 电费又这么贵 他现在不想再替他们付电费了 如果上厕所要付费 您能接受吗 你在西门町的商圈 你想要找到一个干净 而且可以你愿意使用的公厕 那可能没有那么的容易 但是这里观光客很多 所以有的人就会跑到了影城 来偷上厕所 所以这间影城也想了一个方法 如果你在里面看电影 想要出来上厕所的话 你要拿着电影票 才能拿到通关密码 国民党桃园市长候选人张善政 特别来到了高雄出席 柯智恩的造势大会 要汇车的时候 因为力道没有控制好 差一点掉下山崖 地点就在和欢山的闭车道 这名女子想说要离让另外一台车 但是她在倒车要离让的时候 没空就好 整台车就直接往悬崖冲 还好当时有树木把车子卡住 车子才没有继续的往下坠 后来还要请脱掉业者 把这名女子给救出来 不过现在这个物价都不会往下坠 而是不断的往上爬 现在吃一碗一篮拉面要花多少钱呢 日本的高能器拉面来到台湾已经五年了 但是今天早上突然宣布 他们下个月开始要涨价 目前一篮拉面最基本款 一碗大概是288 但是12月开始要涨到298 也就是说一碗要将近300块钱 生啤酒涨得更多 138要涨到150 还有好多人都在等着要看卡达的世界杯足球赛 现在开幕战就是地主国卡达对上厄瓜多 谁知道厄瓜多的攻势这么猛烈 所以最后厄瓜多竟然赢了地主国卡达 你可以想象在场有多少的球迷心情很沮丧 那比赛还没有打完 就已经有上千名球迷提前离场 不管是踢足球 打网球 其实你都不一定要去球场才能玩 你在家里的客厅 对着电视就可以玩体感游戏了 但问题是 如果你在打网球的时候 你手上的那个遥控器没有拿稳 或是没有绑紧的话 一个手滑 那就尴尬了 真的有人把自己家的电视给砸爆了 而且还被监视器拍了下来 这还是朋友的新家 新买的电视 新的游戏机 结果邀请朋友一起来玩 就在热身打网球的时候 这手用力一挥 手把就真的喷飞出去 砸中了电视 所以新的一金萤幕 右半边整个黑屏还裂了一角 结果大家的反应是 愣在原地之后哈哈大笑 捕鱼也不要靠我们太近 因为昨天中午在海巡署就接获了报案 说台中港的西方 有一艘中国渔船越界捕鱼 海巡舰艇立刻出动逮捕 其实好几次的广播 邀请对方停下来 他们就是完全不听 还持续在海面上面蛇行 最后海巡人员是强制登船 顺利的逮捕船上的14个人 好 同样在台中的大甲路段 国道3号上面你开车开着开着 结果就发现说 前面好像是适应你要慢下来 所以呢这个国道的警察 他们是怎么来告诉你的呢 就是先挥骑来提醒你 但是呢因为距离是非常近 还突然直接把车子横住 好像要把你的车子给挡住一样 但是距离的那么近 你有办法可以做反应吗 很多的车子都觉得这样太危险了 因为如果你紧急刹车 后面车子不就撞上来了吗 这样的状况就出现在这个星期六 那么有人开车行进了国道3号的南下169 附近公里 那就真的遇到了这样的状况 国道警察是突然的横切车道 他用挥骑的方式告诉后面的车子 你们要渐渐放慢了 但是很多车子都说靠太近了 根本来不及反应 这样拦车太危险了 重点是大家都在问 为什么要这样突然拦车 叫大家放慢呢 大家又没有超速啊 原来是因为当时 副总统赖清德的车队要南下辅选 所以国道上面实施了交通管制 要压慢车流 那事后警方也坦诚了 这个管制的距离实在太短了 的确可能会造成用路人反应不及 他们接下来也会加强训练 在国道上面的车速都是破百公里的 那通常红斑马警车出动都是有违规 或是有一些意外的状况 才会用蓝亭的车辆 但是一般我们常常看到的临时交管行物 都是像元首级或是隔魁官员 这种车队下乡 那通常警车两个小时之前就会提前部署 看这个车子的状况 还有车流的状况 切到车道的中间 但是通常都是像这样子 一左一右的并行来控制车道 然后不但会民警敌 也会挥舞着红色的旗子 那来示意以后面的车辆 记得赶快的减速 那通常会保持大概55到100公尺的距离 那么通常这样的话 比较不会追撞上去 那等到车队通过之后 他们才会结束管制车流 那调查局的SOP又是什么呢 当然现在快要选举了 所以查汇选还有查买票 查得特别的严格 但他们上门的时候 却被民众指控根本就是强行搜索 这是高雄的一位大姐投诉的 她说调查局的干员 拿着通知书到家里 但是呢 盗案的通知书上面写的是 七点钟要盗案 但是呢 他却是七点半才送到当场 等于是说 盗案通知书的日期呢 就是即刻 他不但没有事先给 而且呢 调查局的人员穿着便服 那这位大姐就想说 你该不会是诈骗集团吧 所以他就当场要求说 他要远景到现场 那他想要打电话给警察 这个电话还没有办法随便打 过程当中 其中一个调查员 就趁着大姐不注意 截取他的手机画面 最后是强制的把人给带走 所以呢 大姐就质疑说 整个程序都有问题 他收到的只是通知书 怎么可以当成了犯人对待呢 他不排除要提告强制罪 那这整个过程到底有没有瑕疵 来听听检调怎么解释 一般的民众在外面用餐 都会想说 你去店家的停车场 停车的话 你只要有消费 通常应该都是免费停车的吧 那加以这些民众 他们就是到连锁的咖啡店 停车喝咖啡 但是要离开的时候 店家告诉他 还要再缴900块钱的停车费 怎么会这么贵呢 因为店家说 他们有规定 消费100块钱才能停一个小时 那么他们总共有四台车子 停了三个小时 因为没有消费那么多 所以他们要补900块钱 才能够抵停车费 这些顾客觉得 实在太不近人情了 不过业者强调 因为这本来就是免费提供的 停车服务 他们都公告得很清楚 没有违法 同用车子是停在停车场里头 却被隔壁的车子给A到 所以这特斯拉还蛮惨的 它的保险感破了洞 烤漆也都掉了 真的是蛮衰的 还好特斯拉当时 这车子的哨逼模式启动 所以整个撞车的过程 都拍了下来 如果这真的撞车了 当然要负起应该负的责任 但是通常这个责任的归属 是看谁撞谁 所以这个造则两边可能不会一样 但如果你撞到的是超跑的话 你可能要小心了 就算是超跑这一方的责任比较大 你赔的可能也不会少 有民众就抛文说 他也是不小心撞到了超跑 结果他竟然要赔到90万元 律师就解释了 因为赔偿都是按照比例来算的 那超跑的维修费用很高 所以就算你的造则比较小 赔偿金额可能还是这么贵 车子被撞了要赔偿 那如果你是这个墙壁 被弄破了一个洞 不是也应该要赔偿吗 有民众就苦笑说 这好像是现代版的 早必偷光 因为他们家的厕所就突然破了 好大的一个洞都可以看到隔壁了 原来是因为隔壁在抓漏 所以他让人很生气 要求工程行负责 但是民众指控对方不但不理他 还说抓漏是正常的 不然你就报警 对此工程行表示 他们会把墙壁补好 但是说这个屋主的态度也很差 其他的师傅说因为墙壁很薄 所以管子很近的话 抓漏应该要更小心才对 这个张化的屋主也是抓漏 抓了好久 他们才发现 原来漏水的源头是因为饮水机 那就是因为装了饮水机之后 漏水非常的严重 结果搞得他们家的木地板 墙壁门框 统统泡水 甚至还开始发霉 那后来是请厂商重新安装管线 才止漏的 不过这些毁损的维修费 总共7万多 谁来赔呢 他们当然觉得这个饮水机的厂商要赔 但是厂商只愿意负担一半 厂商解释 他们认为这是厨具的排水跟地排之间的管线 没有连接好 所以厂商有问题 没错 建商也有问题 所以他们已经愿意负担一半的费用了 是后续瞧不拢 但建商说这不是他们的疏失 所以目前的赔偿形成僵局 也许你看了这个案例也会回家回头去检视一下你们的滤水器有没有问题 很多人找不到漏水的源头 很多人也不晓得漏的整个地板都是水 竟然是因为进水器的问题 曾家说最常发生漏水的地方就是每一个罗姆的接管处 用久了都很容易会渗水或是漏水甚至会爆管 所以现在就发明了这一种漏水断路器 他用非常简单的伦理 只要侦测到漏水启动装置 马上就可以阻断水源 世界杯足球赛这一次英国首战队上的是伊朗 赛前英国队长都表示 他们要带上支持多元族群的彩虹背章 但是因为FIFA有规定参赛的选手是不得对政治议题表态的 这样的做法可能会让球员们在赛前吃上黄牌 新闻追求真实 说好的不缺电呢 小小的人为是不是就发生这么严重的状况 这就是我们的超前部署吗 事件抽丝剥茧 我们怎样 快筛事迹就是买不到黑暗棋即将开始 我们理性思考 我觉得这次也有点太重了 台湾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您信赖的选择 东森晚间新闻